你說的沒個笑話 我都笑了 是因為有我 還是我變怪呢 道明中學畢業歌夢想藍圖女主唱許維芳 為新北市警官處所次舉辦的公園音樂趴 乘舉執行音樂競賽記者會開唱 以學生歌手的身份 邀請其他和他一樣身份的同學們 組隊參加比賽 副市長葉慧卿表示 新北市有520處公園 其中有19座室友戶外舞台的公園 為了鼓勵民眾充分利用公園設施 以提升公園的油氣價值 也希望透過承取知新音樂競賽 一同來愛環境 玩公園 飆音樂 這一次舉辦了一個公園音樂趴 一個音樂競賽的活動 我們希望吸引年輕朋友 到這裡來把你創作的音樂來這裡發表 然後吸引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到新北市 我們一起來玩公園 飆音樂 同時推廣我們愛環境 愛樹木 這樣一個觀念 讓我們的民眾因為生活有公園的參與 然後日子過得更熱活 對於音樂創作有興趣的年輕學子 只要一到七人的音樂團體 以知創曲為比賽群目 通過初賽 復賽 以及決賽三階段考驗後 就有機會獲得冠軍獎金八萬元 亞軍四萬元 以及季軍一萬元 自己從事很多音樂創作的樂團的接觸跟比賽 或者是表演的陳伴 我們接觸過很多年輕學子 那你越早做這個事情 將來成熟機率越高 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活動 學生開始創作 開始唱自己的歌 找自己關心的議題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件事 公園裡有綠樹 有草地 更需要有音樂生來讓大家更有感受 這次的活動 需要有更多的音樂創作年輕學生來加入 詳細活動及報名資訊 請下公園音樂趴 承取知青音樂競賽臉書粉絲頁 或於臉書搜尋 承取知青音樂競賽查詢 數位天空新聞 板橋報導